大半夜的一輛轎車 逆向停在馬路上 警方覺得可疑下車盤查 沒想到駕駛竟然油門一踩 下來 來 起庸 好大的膽子 拒見壯警車肯定有問題 幹嘛 喝酒 男子走路悄悄晃晃 酒測值0.24 竟然還在車上搜出毒品跟牆汁 警方深夜巡邏 發現34歲徐姓男子酒駕 把車停在大湖鄉台三線 又衝撞警車 以槍炮彈藥 毒品防治條例等罪嫌移送法辦 另外台中警方也在青城募集 叫車高速闖紅燈 在中慶路上一連闖了三個紅燈 直到支援警力攔截微步 駕駛才停下 警方打開車門立刻散發濃濃酒味 門出來 好了啦 駕駛室彰化人說下班了 來台中找朋友喝威士忌喝到爛醉 酒測值高達0.95 還開車上路立刻被依公共違憲罪 一送法辦 記者 苗寧台中綜合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